中文字幕 李宗盛 没错 这个场景呢 是一个很熟悉的场景嘛 对 我们今天又来做实验了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麦洛吗 只要是马来西亚人 应该都知道吧 它象征于马来西亚的 最国宝了吧 相信大家 应该都有马来西亚的 自己的那些 餐厅里面吃过一些那种 麦洛Ice Cream的嘛 就是用麦洛制造成Ice Cream的东西 没错 今天呢 我们也来做一个 麦洛Ice Cream 没错 是自制的啦 然后 我不知道会不会成功 所以呢 以防万一呢 我就只做一条 试试看 因为我不要浪费我家的麦洛 免得底下被我妈妈 制作过程呢 就 Freestyle 反正 我都没有成功过一次 想必这次应该也不太会成功 所以就 Freestyle吧 OK 首先呢 我们要 就是把麦洛粉呢 倒出来啦 话说你们知不知道 有一位 马来西亚人呢 把麦洛拿去外国卖 然后当作说是很像热巧克力这样 然后还卖得很成功的 就跟 有一个马来人拿拿西勒马 拿去外国卖 然后也赚了大钱 如果又做不起来的话 搞不好以后 我就会做这种事情 剪好的麦洛呢 就在里面了嘛 对不对 然后 这个 不要丢掉 底下是要拿来做的 先放一边 OK 等于不后呢 就倒牛奶啦 可是呢 因为我不喝白牛奶 我都是喜欢换巧克力 然后 就倒进去里面 然后拿一脚 据我所知呢 五包麦洛用300ml 照理来讲 一包麦洛的话 就要用60ml来买 对不对 可是我发现60ml也会不会太少了吧 根本容量不到这样多的这个分量吧 于是呢 我决定 freestyle吧 这样子还差不多 然后呢 就搅拌到它均匀为止 就是让那些麦洛都 消掉 嗯 麦洛粉真的是很好吃 不要让鬼夜人看着我 小时候的你们一定都做过 通常呢 我们煮麦洛呢 都是用烧水 用烧水的话 它更容易溶 可是现在是冷的嘛 所以呢 嗯 我不知道要加多久 嗯 我一次实验都没有成功过 没有错 甚至我还做了那一个 定的实验做了两次 都也都没有成功 所以呢我真心希望这一次是可以成功了 所以呢 嗯 你们就跟我一起期待吧 嗯 嗯 话说它现在因为有了那个 黑巧妙的味道 加上麻肉粉的味道 它已经是 蠻香的了 然后它目前已经是 差不多了 可是还是有些可力物 那我们去教它吧 为了加快速度 我觉得应该加多一点牛奶 没错 好 OK终于 七七八八完全变水中了 虽然还是有点可力物 可是 细节就不用再在意了 嗯 还是很好吃 所以 搅拌均匀了之后呢 就把这一个东西 倒进去里面 然后 放进去冰厨 五个小时吧 所以我们就先 开始倒吧 OK 以防万一它流出来呢 所以呢 我们就在洗手粉这里倒吧 真的觉得它会流很多出来的 又不想这样浪费 给我找一波 可以 好好倒它的一个容器 可以给我找到了 还是露了一点出来 之后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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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爲我刚刚 愚蠢到放在旁边 然后它就这样子倒了下来 悲剧还是发生的 得尽快把蚂蚁要来 由于我家 没有那个冰棒呢 所以呢 这种时候 这种木的筷子就很适合了 ok so 接下来呢 就把这一个东西 防击冰储里面啦 早一点不会让它 接下来 像那样的悲剧一样 现在是大概十六点十九分 差不多十一点晚上的时候 我们再过来吧 现在 我得 要 弄一弄 这个残重了 唉 5 hours later ok so 现在呢 已经 半夜的 十一点 二十四分啦 所以呢 我们 就来去看一看 我们的 麦肉冰淇淋 变得如何了 变得如何了 哦 它没有到 是好事 ok 下面结冰 也是好事 先放在这里 再拿剪刀 将就一下 我们带脚架 脚架在里面上 8 5 2 4 4 4 2 5 4 1 1 蛤 Gasso 整体上呢大致上是长这样的啦 对 因为刚才底部被压平了 所以呢 外观有点 但是呢 算是成功了吧 只是味道罢了 所以呢 完全就马上来试吃吧 好像就是拿麦露来结冰罢了 虽然我们还是要恭喜一下 我第一个实验影片呢 终于成功了 没错 这好克的 好快心 终于是成功了 好了 这样的话我们就 下一部影片再见 拜拜 OK 应该还算干净了吧 希望老妈不要打我 话说 我们只剩下一半罢了 唉 为什么我做实验就是 如此的不顺呢 唉